大家好,我是本次课程的主讲老师,罗老师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波士语使用口语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学习的内容 还是电话交流 这个电话交流商 那我们看一下 Makalamet Telephony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电话交流的第三系列 我们学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带接电话 没错,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某人不在座位上 然后我们去帮忙带接电话 让他人留下一些信息 或者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波士语怎么去表达 好,我们也同样来复习一下 这个电话交流的整个大纲 Makalamet Telephony 电话交流 打电话是叫 Temos begin 接电话是叫 Telephone drop up the day 挂电话是叫什么 Temos ragate con 那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Gata con 还有一种说法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Temos换成Telephone Telephone ragate con 挂电话的一个意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声词 好,今天甚至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同样是先来预习一下这些声词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在句子里面更好地去吸收和消化这些声词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声词叫Dobare 重复或是再一遍 通常我们没有听清楚对方是讲词Dobare bigu 再说一遍好吗 我们看它的一个拉丁音标叫Dobare 那我们用这个第一个发的Dobare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第二个单词 叫Zank Zank 叫零声或者零 Zank被Zank Zank被Zank 就是打电话给某人 那注意这个Zank Zank的一个发音就好 第三个单词是 Zank Mizan Zank Mizan 我打电话 Nam Mizan 去拨电话 拨对方的一个电话 帮我去打一个电话给他人 我们口脉口令Zank Mizan 你去打电话 或者说Zank被Zank 都可以 好,第四个叫Foree Foree是紧急的意思 或者说马上立刻非常要紧的时候 要紧的一些时候我们会用这个词 Foree 第四个 Begin Begin Begin是说的意思 我说怎么说 Mem Begin 就我说 你说呢 Suma Begi Ishan Begu 它是不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语法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个叫 Tegreban Tegreban是大概 大约的意思 这里是打错了 这个字 Tegreban的意思就是 大概 大约 英文里面相当于About 就大概 Tegreban 比如说人家问你多少时 问你那个 来伊朗几年了 Chainsaw iranee Chainsaw iran 然后说 Tegreban 谁少 大概三年了 Tegreban 都少 那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下一个单词 Lot fun Lot fun Lot fun是请的意思 Lot fun 那这个Lot fun跟那个Begu Fam iran 是不一样的 Begu Fam iran 是请兵请座 Chai Begu Fam iran Begu Fam iran 更加礼貌的意思 请 这个Lot fun 它在这里有一种语经就是什么 请讲 就打电话的时候 我接了一个电话 你好 是Eli吗 阿罗斯兰 Lost fun Begu Lot fun 就是是的 请讲 有什么事吗 所以这个Lot fun 跟Begu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程度的区别 好 同学们在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是Begu Be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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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回来的一个意思 如果要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Ishant Tegre Begu K Be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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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啊 好 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些生殖 那接下来 大家跟老师一起 练习一下这些生殖 好 我们一遍常述 一遍慢述 好 第一个生殖首先是 Dobare Dobare 重复 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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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zana Zang Mizana Foree Foree Be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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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gre Bong Tegre Bong 注意这里还有一个N 这里少写了一个N Tegre Bong 你看这里音的时候它是这边拉丁音标的时候有一个N Lorsfan Lorsfan 同样也是有一个这样子 Lorsfan 最后一个 Bermiguerdi Bermiguerdi 那注意里的时候读成Bermiguerdi 他的时候读成Bermiguerdi Bermiguerdi 是我 这个在语法这一块要大家注意一下 好 我们学完生殖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对话 然后我们今天对话是什么呢 今天对话要是 我们带接电话 我们打电话给某人 然后他不在 是别人接着电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话怎么回答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对话 Golf de Gu Yad de Gere 好 Allo Salam Mihai Ba Leo Galway Sobat Konan Bephash Ratibirun 好 他的一个中文译诗下面都已经有对照 喂你好 我要和Galway说话 对不起 他出去了 可能接这个电话的人是他的一个家人 父母也好 反正是他人接着电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实用句型 在这里老师也抠出来一下 那这里有一个 Mihai Mihai 是我的意思 我想和谁 Mihai Ba 就是和 人民 Sobat Konan Mihai Ba Ki Mihai Ba Ki 就是某人的Ki 去打电话 我想和他通话 Bephash Ratibirun 对不起 他出去了 Ratibi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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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外面 他出去外面了 Ratibirun 那其实Ratibirun 在这里是一个过去式 其实在波士语里面 他也有他的一个过去式 现在式 那比如说 我刚去的时候 我搞不懂 我搞不灵清 因为当时跟大家朋友 伊朗朋友 在一起玩的时候 他一下说 Mambi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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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 一说Ratibirun 他说他也叫走 我说 怎么两个都叫走了 出去了 或者说 我说到底是哪一个 他后来跟我 后来我学习语法 原来这个叫Ratibirun Ratibirun 就是过去式 你去过某个地方 比如说我以前去内沙布尔 我会跟伊朗人交流的时候 我说 Mambi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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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ibirun 我去过 我之前去过那个内沙布尔 就用过去式 比如说 我要去 我要走 我要走 Mambirin 我要走 所以这个Berun 跟那个Ratibirun 它是不一样 一个过去式 一个现在式 好 那以后我注意一下 习惯就好 那今天我们 如果你实在是 搞不懂语法的话 你可以 把它多练习 直接 记住它的一个习惯用语就行了 其实因为很多 那个伊朗人 他们本地人 他也搞不懂语法 但是他们就是这么用的 就像我们中国人 可能 大家那些老大爷 是吧 老大婆 他们也 老奶奶 他们也不会 这些语法 但是他们讲的就是对的 你一听就 这就叫语感 就是他练多了 听多了 就有这样一个语感 所以这块 你 就是大家自己去 把它记住 多练习就好 好吧 那说到练习 我们 大家一起来 把它练习两遍 好 接下来再慢一点 再练习一下 好不好 我们逐个单词来练习 好 我们这个对话就练习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他的一个带接电话的一个词语 还有他的一个例句的一个拓展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句 他现在不在家 怎么说 elang hunain niest elang hunain niest 他现在不在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 我一会儿再打过来 就我一会儿再打过来 再打一遍 我们来看一下 需要告诉他吗 就像 Can I leave a message? Can I take a message? 就是需要留言吗 需要告诉他吗 mihali bachispiegan mihali bachispiegan mihali bachispiegan 就是 你需要告诉他吗 需要我转告他吗 好 那比如说我们 经常会有叫他 等一下再打过来 我们说 elang hunain niest bara doba re zan k bizan 就是你再等一会儿再打过来 好吗 这就是带接电话这一方 好 那这就是一个拓展句型 那我们看到这三个句子都比较实用 是吧 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好 首先跟老师来一边谈述的 elang hunain niest elang 现在 hunain niest bara doba re zan k mihali bachispiegan 好 常述一遍 好 elang hunain niest bara doba re zan kimi zan mihali bachispiegan 好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另外三句的一个拓展 好 那我们一般在打电话的时候 如果他不在 如果有几次的话 我们会问他什么时候会来 对不对 他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波士语是这么讲的 tegribon kei ber miguelite tegribon ber miguelite kei ber miguelite 大概什么时候会来 tegribon tegribon kei 就是什么时候 ber miguelite 会回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 请您转告他我的来电 如果我们打电话给某人 然后发现他不在家 然后又有很急的事情找他 是另外一个人接的话 我们会希望 他干嘛 帮我们转告一下 或者他回来的时候 给我回个电 波士语叫做 lotsfan behish begit behen zen bezen 就请转告他给我来电 叫他给我打电话 lotsfan 就是请 behes 转告他 begit 转告他begit behen zen bezen 就是打电话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 我找他有急事 比如说我们打个电话去 alou salam alihasti na na injiannist baishong kari chie 你找他有什么事 那我们比如说 找他有急事 baishong kari furi darian 那比如说我们要 我们没有急事找他 我们找他玩 怎么说呢 baishong kari furi darian 我们找他玩 啊 都可以 那这就是我们在打电话当中 会遇到的一些 比较实用的句型 那我们一定要大家多练习把它给记住 我们也同样来一起练习一点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句 今天这些句型 这六句话就是我们 带接电话这一章里面的一些实用句型 希望大家多多练习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key points 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rahti birum 这一句比较口语也很简念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给记住 同时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下 rahti birum 句子 很好听 很顺畅的一个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一个对话实用 阿罗 如何呢哈 你好 喂 那个罗在家吗 那 rahti birum 那 rahti birum 他已经他出去了 好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rahti birum 哈喽 老虎呢哈 st 那 rahti birum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key point 一个主要的例句 那 那 注意也是多一些练习 尽量用在生活当中 那 像这个rahti birum 其实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比如说 Ali Kojya Ali 去哪里呢 Ali在哪里啊 rahti birum 这句话不管你是在电话里面 还是生活当中都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句子 很简短 很精明 好 那我们的这个key point 例句 就学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小对话 一个复习 这个对话你是否掌握了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发音 我不知道同学们是否还记得他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发音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如果你记得的话 我们一起来练习 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句子 Ali Ali Salon Mihaibar Gawai Sobat Beba Shit Rati birum 好 非常好 今天的一个小对话就学到这里 那如果没有掌握的话 课后记得多听 多练习 好 我们接下来同样是留了一个小小的作业 课后的时候好好去练习一下 看一下他这个句型怎么翻译 以及他怎么读 还有他的一个音标怎么书写 那老师同样在这里先给大家读一遍 Bada doare zeng mi zane 好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是 Lot fan behesh begin zeng be zane 好 今天我们的一个练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陪伴 Merci mocha again Heli Harafiz Harafiz 祝福 G Harafiz Harafiz 感谢观看